主料,面粉600克,抹茶粉10克,辅量,白糖,酱母,清水,准备时间,2小时以上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碗里面放麻水,加一勺白糖,半勺酵母,搅拌均匀,静置5分钟,将水缓慢倒入面粉中,搅成雪花片,揉成面团,用保鲜膜覆盖,心发2个小时左右, 将心发好的面团再次揉好,分成两部分,取一个面团,揉入抹茶粉,揉成绿色面团,将白绿两个面团分平,将绿的面团放在上面,将面皮尽量擀成厚薄均匀的长方形,不规格也无所谓了,将擀好的面皮慢慢卷起来,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卷,放入锅中,再次心发半个小时,开大火, 水开后蒸15分钟即可,蒸好以后,等3分钟以后开锅取出即可,烹饪技巧 1.面粉和水的比例要适当,加水慢慢加,面不要太硬,2.抹茶粉加的时候,边揉边加,直到面团成均匀的绿色为止,不用加太多 3.切好卷以后,可以拧成花卷,就是我拧的不好看 嘿嘿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